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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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让很多剧粉等得再撕日历了 沙布朗是鹅厂另一张牌 众所周知 昊一星是鹅厂的宝贝 当时赋予了极高希望在这部作品上 只不过太过于贪手业推荐 如今卡在了审核上 当然了 鹅厂大加大业 这部暂时播不了还有其他的作品 另外一部和山河定出自同一个作者 不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故事背景都要更加宏观一些 如果说山河定是批大练手作品 那么这部可以称之为他的成名之作 他就是杀破狼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安定沈十六 谈刺剑士与凌落民间的四皇子长庚 陈哲远世共同成长 实现个人报复的故事 四皇子长庚曾先陷狼群之中 就在准备接受命运时 沈十六出现了 将命悬一线的长庚救出 这次的出手相救呢 也让两人结下了身后友谊 从这点来看 有过过命之交的兄弟情 着实让人血脉瓶张 网爆杀破狼过沈待应 据悉呢 杀破狼改名 风火流金已经获得了发行许可证 只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能够播出了 不过从目前来看呢 最快也要九月份了 毕竟今年七月和八月比较特殊 网友除了关注上映时间之外呢 主角颜值和造型也是成为关注点 主角之一的谭四剑 虽然说出道多年不温不活 但他颜值还是比较在线的 至少可以让人一眼记住 前不久在热播的立歌行当中 虽然是配角 但身上的光环很难让人不注意他 另外他的演技呢 也被徐征公开赞赏过 在《我就是演员》舞台上 徐征表示终于看到了一个演戏 演得这么好 所谓的小鲜肉了 那时是谭四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表演 受到如此评价 可见实力不容小觑 另外主角陈哲远虽然参演作品不多 但在圈中也是小后成就的 当年凭借武侠剧《绝带双胶》当中 小鱼二一角获得国剧盛典年度潜力男演员奖 可见他的演技实力 当然颜值也很在线 从曝光剧照来看 浮道化要比山河令精致许多 不愧是大制作 虽然服装很厚 但藏不住主角散发的光芒 可见制作团队的用心长度 不论是剧本还是主角颜值 亦或是浮道化丝毫不输浪浪丁 一部剧能够成为爆款 恰巧取决于这些因素 想必《杀破狼》上映后又会引起一波讨论热闹 看来又是爆款预定